新冠肺炎的传播途径 如文医生科幼专家任辉 西岸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呼吸与微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 新冠肺炎它是一个呼吸道传染性的疾病 所以最常见的就是呼吸道的飞沫传播 这也就是为什么国家号召我们一定要戴口罩 包括注意咳嗽礼仪 那么我们通过这样子的方法来阻断飞沫的传播 对于我们的易感人群是最好的一种保护方式 除了呼吸道的飞沫传播以外 还有接触传播 比如说接触到了确诊病例 接触过的物体的表面 那么这也就是告诉我们 饭前便后回到自己的家中之后 一定要严格的按照六部洗手法 清洁自己的双手 这将会帮助我们大大减少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概率 那么除此以外 还有消化道的传播 也就是粪口传播 还有气溶胶的传播 那么对于气溶胶的传播 可能我们的公众有一些会担心 那么这个的话 大家不用太担心 因为只有在密闭的环境当中 气溶胶的浓度达到了足够的级别的时候 才有可能会导致传播发生 所以呢 我们不必要太过恐慌 只要勤洗手 多戴口罩 就大部分是可以阻断病毒的传染的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